大家好 我是花生姐姐 還記得上一集我們要幫小魚想辦法讓牠們回到大海嗎 花生姐姐想到辦法囉 那就是用捕魚網把它們從魚缸裡撈出來放回大海喔 那我們就開始囉 首先先畫出魚網的形狀 好 然後再畫出變框 好 我們來畫中間的網子 好 網子畫好之後呢 我們來畫把手的地方 好 這樣就畫好囉 那我們來塗顏色吧 那魚網呢 我想要塗紅色的 好 接下來進入花生季節美饒時間 好 把剛才畫好的魚網用剪刀剪下來 在用剪刀的時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唷 好喔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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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喔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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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喔 прям 好 剪好之後呢 我們可以把它拿起來看看 欸 怎麼有一點軟呢 讓花生姐姐來想一個辦法吧 好 花生姐姐來想到辦法囉 剛才花生姐姐在家裡找到了一個不要的紙箱 那我們就可以用不要的紙箱來固定囉 那首先呢 我們先把魚網放在上面 然後把把手的地方畫出來 然後在這邊上面的地方也畫 好 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剪下來囉 好 畫好魚網的輪廓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用剪刀剪下來囉 但是因為紙板非常的厚 比較難剪 所以這個部分一定要請爸爸媽媽幫忙喔 好 紙板剪完之後呢 我們可以準備一段雙面膠 然後把它黏上去 好 接下來我們把它貼在它的背面 建議從下面開始貼喔 這樣才比較不容易貼歪 好 你們看 這樣是不是就非常堅固了呢 做好魚網之後呢 我們一起來撈魚吧 好 把魚都撈起來之後呢 把它們放回大海裡吧 哇 它們找到自己的家人了耶 看起來真的好開心喔 那希望大家還喜歡今天的畫畫美囉 大家掰掰 掰掰